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水资源管理与保护提供技术支撑 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保驾护航 谢谢我们的夜行 有人卖商货 有人卖服装 市场上的商品数不胜数 但是您听说过有人卖空气吗 近日物园一位80后小伙 就在深圳推销家乡的新鲜空气 这位在油菜花海里带着几名远道而来的客人 介绍着物园风土人情的小伙子 就是卖空气的80后小伙汪小剑 油菜花它的美就在于 它能与自然的这么一种和谐跟皈依 你看就是金黄油菜花 青山绿水 粉墙带瓦 再像这个古庙了 它的一种天然合一是非常美的 王小剑是土生土长的物园人 大学毕业后赴深圳工作 一直从事的是移动互联网工作 几年的工作下来 他发现身边朋友对自在呼吸 乡村清新空气的需求特别强烈 于是呢 他便第一个想到了自己的家乡 决定采用汇圆制定期进行物园深度吸氧油 这个清新的空气 包括一阵冷风吹进来 它都很领略的 这种很弄费的感觉 我们可以大口大口呼吸这个清新空气 所以说我们还是很愿意 包括自己 包括带朋友过来 在外面保持雾霾清净的朋友 一起过来洗肺 一起来深呼吸 物园有着中国最美乡村之称 全线近3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粉墙带瓦小桥流水 森林覆盖率达到82.6% 地表水和空气质量都达到了国家一级标准 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巴 每年的三四月份 油菜花盛开季节更是美不胜收 这一次 他便是带着第一批客人来到物园 他有视觉 看着这个绿色 这个各种颜色 这个颜色给我感觉着耳目一新 这个空气很新鲜 真的感觉到人到了这里面 感觉到新鲜的空气 人一种 一种什么 沁然一新的感觉 一种 汪小剑告诉记者 其实他不仅仅是在卖家乡的空气 更是在推广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环保理念 让会员在游览中能够细细体会 从深圳过来的话 你会发现 整个生活的这种节奏啊 还有这个氛围 完全就是说 是非常适合大家来 转一转玩一玩 或者说居住的 我想尽可能的嘛 我们能更多的感受自然 也希望能把这种精神 带回去带给孩子 告诉他们更多的 学会这个环保 15号 为期40天的2015年春运结束了 今年春运 我省公路运输 力保安全出行 民航的服务也更加细致 春运期间 阴雨天气不断 为了保障车辆的安全运行 南昌长运 首次启用了GBOS监控系统 对车辆进行卫星定位监控 杜绝超速 超载 疲劳驾驶等行为的发生 整个春运 南昌长运供发送班次 7万多班 运送旅客104万人次 没有发生一起 重大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民航方面 江西机场集团 保障航班起降 11,470架次 吞吐旅客123万人次 其中南昌昌北机场 加班1,213架次 景岗山机场 加班50架次 贷州机场 加班28架次 2月24号 长北机场旅客吞吐量 首破3万人次 刷新了单日历史记录 今年的春运 民航的服务更加细致 机场集团的职工们组成志愿者队伍 每天在各机场后级大厅 为旅客提供资讯引导 协助办理职机 帮助旅客行李托运等服务 让春运旅途充满了温馨 家住上饶的六旬老人杨振行 一辈子和电 结下了不解支援 从2002年开始 他研究发明的LED灯 耗资200多万元 获得了七项国家专利 杨振行工作实验室里 各种制作工具设备以硬具权 俨然是一个小型LED灯加工厂 凡是市场上有卖的LED灯 他这里都可以找得到 这款灯是一款路灯 现在目前的话是第四代 通过反复的实践 这款灯是150瓦 它的光通量的话 达到1200流明 1500流明以上 别人的150瓦的LED灯的话 它至少有7公斤重 那么我这个的话 就是3公斤多一点 杨振行制作的LED灯 不仅更亮 节能 寿命长 而且价格实惠 这款是一款5瓦的灯 有40瓦的灯泡那么亮 一般家庭的话很生用 像3瓦的话就是六七块钱 这个样子 5瓦的灯的话就9块10块钱 上世纪六十年代 杨振行开始学习电工 在部队当过兵 退伍到上饶县水泥厂工作 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电器的钻研 1983年 他发明了水泥厂的第一台电子皮带城 后来企业改制后 他爱上了LED灯的发明 LED灯制作原理是靠芯片发光 当时在国内很难买到芯片 他就托朋友到国外去买 芯片价格不菲 杨振行省吃俭用 边打工边搞发明 杨振行希望 有兴趣的企业和个人和他合作 把他的产品推广到市场 让更多的人享受这份成果 14号 封城市一名两岁的男孩 在玩耍的时候出现了意外 手被绞肉机给咬住了 14号下午 这名男孩被紧急送到了 南昌曙光手足外科医院 孩子的左手被绞肉机死死卡住 由于医院没有拆除器械的装备 院方立即向消防求助 考虑到男童才两岁 而且忍受着巨大的疼痛 在进行研究之前 医生给孩子进行了麻醉 消防队员首先将绞肉机切开 再利用液压钳将其拆解 经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救援 卡住男孩的绞肉机被成功取下 随后医护人员立即将男孩送进了手术室 据孩子家长介绍 他们家在封城做饭肉生意 小男孩在玩耍时 把手伸进了绞肉机 另一个孩子不慎把开关打开 结果酿成了意外 目前小男孩的手术比较成功 去年12月28号 在瑞昌市城西客运站南门口 一辆货车将一名男子撞倒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 这是一起涉嫌故意伤人的案件 事发后 罩事司机驾车离开了现场 警方调查发现 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事故 这个犯罪嫌疑人周元孙 跟那个被害人张成孝 其实是个同事关系 是同一个策略的 那么这两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矛盾呢 原来当天中午 犯罪嫌疑人受害人和七八名同事 在一家酒楼聚餐 吃饭的时候两人发生了口诀 你给我喝酒啊 我不喝 但是觉得没有给面子 两人因为这里小事争吵起来了 聚餐现场 两人矛盾进一步升级 从监控画面可以看到 周某离开酒楼后 就来到了车队停车的地方 并上了自己的车 不久受害人张某 接到了一个电话 张某接到电话后 就和同事一起下楼了 张某走在前面 其他的同事在后面 当张某走到斑马县时 周某就开着车直接撞了上去 最后驾车离开了现场 第二天 办案民警在城郊的长河大桥下 发现了周某遗弃的作案车辆 而周某已经潜逃外地 在逃亡了两个月之后 上个月底 周某在家属的陪同之下 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目前犯罪嫌疑人周某 已经被瑞昌市检察院逮捕 受害人张某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更多的新闻资讯 来看一组一行宿地 3月16号 彭泽县棉传镇举办第三届 江中花海魅力棉传 游菜花文化旅游节 棉传镇是长江中下有一个大的冲击周 四面环水 目前棉传镇5万亩游菜花盛开 引来大批游客观赏旅游 日最高接待游客超过万人 受近期持续降水的影响 干江水位持续攀升 截至今天下午的四点 干江外洲占水位为16.14米 南昌占水位为15.95米 因为降雨时间长 干江水位在一个月之内上涨了三米多 今天上午 中国南方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在干州成立 南方稀土集团 由干州稀土集团 江桐集团 江西西有稀土金属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三方共同发起设立 注册资本1亿元 主要经营项目为 稀土行业的投资管理 及授权范围内 稀土行业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 3月18号是第15个全国爱干日 今年的主题是 预防饼干防患于未然 据统计 全世界约有1.85亿人感染饼干病毒 我国饼干感染率约为3.2% 患者数约4000万人 饼干是一种由饼型肝炎病毒感染 而引起的病毒性肝炎 主要经书写 针刺 吸毒等渠道传播 饼干从感染到发病 潜伏期平均7周 早期最常见的症状是疲劳乏力 往往容易被人忽视 最终可导致肝脏慢性炎症坏死或纤维化 因此被称为沉默的杀手 近日 贵州尊医一支洞穴探险队 在探洞时意外发现了巨型蝌蚪 长度达14厘米 目前已经放生 经查证 这种巨型蝌蚪是红点齿蝉的幼体 在洞内长期无光条件下生活 皮肤颜色透明 也叫棒头鱼或透明鱼 红点齿蝉为稀有两稀动物 主要分布于海拔1000米以上的石灰岩洞穴 及周边地带 继续我们的夜行 小型无人机的问世 方便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现在呢智利一家公司 正在测试利用无人机 协助救生员 营救溺水者 从目前的测试来看 效果还不错 位于智利首都圣利亚哥 约100公里的 阿尔加罗沃海滩 一架小型无人驾驶飞机 正在接受测试 协助救生员 营救溺水者 这架无人机配备有救生圈 摄像头 麦克风和扬声器 当发现险群后 海滩上的工作人员 控制无人机 携带救生圈 迅速飞抵溺水者的位置 从空中抛下救生圈救急 在救生员抵达了营救位置之前 无人机已经先飞到了目的地 为救援成功赢得了宝贵时间 无人机配备的摄像头 可以拍下救援现场 扬声器和麦克风 则能够帮助爱上的工作人员 和游到海里的救生员保持通讯 智利这架公司 希望明年夏天 让无人机正式投入救援工作 和救生员一起组成黄金搭档 帮助溺水者摆脱险境 好的 节目的最后 再来关注一下 明天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感谢收看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 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的 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